你要拿什么呀 我拿个计划书 我记得灯关了呀 怎么又开了 我让猴子装了个监控器 行动 这是什么 我 怎么会 冒烟了冒烟了 这不会冒炸吧 我 这是干吗 谁啊 出来吧 你们在这儿干吗呢 我们吧 其实 浅姐 我们是想求 求你了 你们都多大岁数了 能不能成熟一点 想玩玩具去玩具店玩 这是服装店啊 行不行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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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刚出部队吧 比较怀念在部队的时候 有军人情节 就玩玩飞机啊 坦克什么的 能不能保证以后不在这儿玩了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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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收拾去吧 我去拿计划书 保证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刚去他们门店看过 场面很好 他们是怎么在一夜之间毫无动静地开了那么多家分店的 我找人调查过了 他们门店在装修的时候 外围封得严严实实的 外面只是挂了一个白板 甚至有些闲事饭店 这怎么可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啊 但是今天早上 DP突然利用公众号发布消息 免费办理会员卡 超低折扣 直接刷爆朋友圈 DP在领海市以这种销售速度 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渠道和生产 没错 喂 喂 宁总 说 我猜你打电话给我 是为了DP的事情吗 没错 其实我也是刚刚知道 不过 这个DP还真是不简单 连登陆方式都专门直接粗暴 看似突然 其实不然 他暗地里做足了功课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我之前也很早听说过他们 不过 中国市场 不是那么容易进的 所以我现在 决定按兵不动 尽管其变 我猜李总你 也不需要这么发愁 咱们不需要这么起来游天 来者不善 还是得谨慎 姐 这位是DP的总裁 皮特先生 皮特先生 你好 我是Grace 你好 我听说过 H集团的Grace 是 勒利与风行 非常能感的一个女人 没想到 嘿 这么美丽动人 范克亚宝 全球新量的表 真有品味 谢谢 过奖了 请坐 不知道皮特先生来找我 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呢 那我就开门见山 今天来想谈一下 DP集团和H杂志 深度合作 这是我方拟定的 商业合作计划书 请看一下 好 不知道 今天晚上能不能找一家餐厅 深度沟通一下 不好意思 今天晚上我已经有约了 那为什么不约我呢 不好意思 没打扰到你们了 嗨 我是H总部美国的Lisa 任何美女进来都不算打扰 我本来是听说DP的人要来了 然后我以为是我老朋友 Frank 所以呢我就赶紧过来打个招呼 没想到 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 Frank现在负责 东南亚市场 我叫皮特 那你怎么会让我失望啊 你比Frank甩多了 可是你千万不要告诉Frank 好吗 接着我在意大利的时候 跟DP合作得非常愉快 他们几个品牌都很棒 而且音效方面也算很充足 负责 我觉得你何于专杰 跟他们趟合作的心结 不好意思 我们公司内部呢 也会要走一些流程 必须得通过董事会 对你整个项目 进行一定的评估 才能够确定 是否有机会跟你合作 但DP是一个外国品牌啊 中国人就不认这个 我看一下这个计划 抱歉里子 那是跟Grace女士专门的 好吧 那咱们就往那儿再看吧 那还是方场 天哪 他到底是来视察的 还是来聊男人的呀 简单粗暴 直跟主题 简直是亮瞎了我的双眼 我都惊呆了 那你找着没有 咖啡咖啡 这么巧啊 哈喽 那我就顺便告诉你 我今天晚上 约了跟Peter吃个饭 你不会建议的 嗯 姐你咖啡找不着了 要不就喝这个吧 泡泡就能喝 简单 太容易的东西 我从来不喜欢 还是给那些 喜欢的人吧 希望你今天晚餐愉快 哎 要不这里给你喝吧 适合你